当严副总统到达公保大楼的时候,曾经受到了中信局理事主席彭杰和局长孙一轩的欢迎,随后严副总统在公保处的简报室里面听取了有关新建了公保门诊中心的介绍的简报。 彭杰副总统从六楼开始探观了公保门诊中心的各项新的设备,他对这些新的设备以及公保业务的进展情形表示非常满意,他同时希望由于公保的飞行能够扩展到全民的保险。